这支影片我要来拍我在泰国怎么过春节 我的天啊 已经三年没有回泰国来过春节了 过去三年一直在台湾过年 在台湾如果你们有什么兴趣 真的有够凄凉 什么店都没有开 一个人在那边超级无聊的 所以之前过年的影片都是那种 什么去吃过年菜什么很应付的内容 可是这次我终于回泰国来 跟这人一起吃团圆饭 所以就趁这次拍我们在泰国怎么过年 可是因为我们家是潮州人 所以可能跟你们印象当中不一样 然后我们家过年拜拜的方式 跟仪式开始越来越简约化 就是以方便为主 所以看到这支影片的人呢 如果想要在那边 腰剔 或者在那边 计较 哈哈哈哈 我越南快一点讲章话出来 春节不能讲章话 总之呢 就是我们家拜的方式就是属于我们家的 好吗 真的好兴奋哦 而且这一次呢是 我们家的全部的团员都到席呢 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三年的时间 我没有包红包 所以在43年后来 他们不会期待我包更多的什么吧 哈哈哈哈 来姐姐讲证文 我帮你讲证文 Let's speak English I am Show Taiwan people My sister can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I ca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That's what he said 这个就是拜拜的祭品有饭 好像要拜阿公阿妈阿老公阿老妈 然后有什么馒头啊 什么白骨啊 这些菜有人看过吗 还有水果 然后汽水 然后这个呢 就是等一下会擦那个香 阿姨阿 你好 早安 拜拜 很高安 祝福我的观众 那有以新米花菜 诶 哈哈哈 我的乙阿 阿姨阿 阿公 新家有以新米花菜 等会讲 你会讲巧证文吗 一点点 一点点 新米花菜 新米花菜 新米减肝 新年快乐 阿哥 我们来一次见诸吧 同时会有一个新的工作 对刘昇哥 亦亭做大 instinct 轻 divid 而且 有关情的贸易 在你中间的工作 然后做过这种工作 你懂吗 等一下 你懂吗 你会懂吗 新疆在这里 我会一切 但是我会答的 在这里 是逸养 哦 逸养 这意思就是许 逸养 我的家庭说英语 我的妈 来 哥哥跟妹妹是吗 是我的妹妹 阿哥我漂亮不漂亮 漂亮 很漂亮 最漂亮吗 很漂亮 阿爹是阿哥的老公 亲人 来 那亲一亲 妈 阿哥三年没有见面 有没有想我 想你很多 多多 这么多 还是这么多 很多 很大 金妮花有红包吗 我给你 你给我 我给你吗 是 对对对 是吗 因为你有工作 你就给我 红包 讲红包讲得很流利 你给红包 已经我老了 没有 没有 年轻 年轻 我很想变得你 真的吗 三年 不见过你 我有没有变漂亮 你很漂亮啊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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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弟弟会讲日文 你 要是我的 你 要是我的 你 要是我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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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有没有唱 哈哈哈哈 教育你的 日本 我是你的 我 我们家 很会讲语言 各种语言 我们家都有语言天分 好忙哦 大家都好忙哦 那我就是在旁边 看而已 什么忙都不忙 哇 有没有 超多试的 然后我们家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是 拜树的 吃栽的 所以是没有肉的 像这个就是 树的打抛猪啊 羹啊 然后甜点啊 以前还是会拜那种什么 有鸡啊 有鸭 有猪肉啊 等等 可是后来我爸我妈就开始 吃树了 不吃肉了 所以我们家过年呢 春节就开始 不拜肉品了 只拜那个树的东西 可是 吃树的东西 还是会吃肉的 哈哈哈 爸爸 过年呢 我们有拜拜谁 我有看到五个人呢 呃 老公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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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老公 就是老公的哥哥 总共五个人 为什么是这五个人 因为这五个人 因为这五位 比较跟我们比较心进一点 懂吗 还是乱讲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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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六位 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位 是乙伯 啊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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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而且我们节不只是拜 呃 华人料理 哦 我们泰式料理也有 这种什么 米线啊 等等啊 而且我们 春节过年一定要拜这种 面线 就是长寿的面 长长的面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这种菜 这个菜呢 好像叫做 食菜 就是一定要有十种蔬菜炖在一起 然后除了吃的东西之外 还有这种什么 要烧的 钱钱啊 筋啊 等等 然后这个 要特别拍一下 就是很可爱 跪拜的时候呢 就是我爸 我妈的膝盖 就不会有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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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专业的 拜拜的方法 就是还在算要 拿几根香 一二三四 到底有几个人 嗯 怎么拜 怎么办 隆重 一一二三 一一二三 一二三 我的天啊 从来没有进厨房 所以过年的时候呢 就是 啊 一定要进来做一下 这个是我们节的众头戏 我们节的春卷 超级好事 世界上最好吃的春卷 就是在这边 阿姨อร์好价格吗 好价格 阿姨อร์是长鲁 很多东西的人 准备这些东西 类吗 阿姨可 今年准备多少东西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今天有很多 有什么 三成肉 十菜 小的香肠 香肠 肠瘦面 阿姨的厨艺真的很棒 阿姨讲炒舟话 是啊 这些长辈呢 这些长辈呢 平时呢 讲我们小孩子的坏话 用潮州话讲得很流利 一有镜头就那边卡卡的 这个就是我们 下三位 会讲潮州话的长辈 每次有什么秘密啊 不想要让小孩子知道 因为开始用潮州话 不会让我们听懂 潮州话 哎呀 其实呢 现在看到我们街 摆这些祭品摆成这个样 真的跟以前差超级多 因为以前呢 要起床很早啊 起来煮东煮西 买很多东西 可是呢 现在真的越来越简化了 有很多东西都直接买来的 其实呢 今天选择拍片也是个好处 因为根本不用帮什么忙 偷懒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这个春卷呢 是阿姨嗯自己包的 里面的馅呢 也是她自己做的 真的是我 活到现在 没有吃过比这个 更好吃的春卷 真的 阿姨嗯很好吃喝家 阿姨嗯很忙 不理我们 哈哈哈 所以呢 这个春卷呢 每次过年一定要 好吃了 让阿姨嗯包一包奶 拜拜 这次回来的要试一下 好好吃 里面的店呢 就有香菇啊 冬粉啊 高绿菜啊 等等 好好喝 哦 哦 来我们现在呢 先去拜拜门神 什么 告诉门神说 今年呢 就是 麻烦先不要挡我们的祖先 因为门神可能分不清楚 对我们友善的灵魂 总之呢 就是告诉我们神说 让我们的阿姨阿嬷老公老妈 阿姨阿嬷老公老妈 可以进来我们家来试东西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这个是刚刚去祭拜那个 第一祖爷的祭品 让阿姨阿嬷老公老妈 可以进来 然后那个 那个纸好像 是 打开门的纸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反正我不知道 他突然有名词是什么 反正 那个就是 钥匙的感觉 然后阿姨嗯正在去拜门神 以前在我们家 这个工作是我做的 拜门神 告诉他 今年是过年 让阿姨阿嬷老公老妈进来 那边的门神都要拜哦 拜完门神就要开始 拜拜我们的祖先了 让我们的祖先吃好吃的东西 那要开始咯 先第一拜 第一拜 第一拜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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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今年真的好长 有够长 哈哈哈 其实往年都是 就结束了 今年的拍片就是 这样很多 然后呢 就是膝盖已经就是 不行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总之呢就要告诉老公老妈 老公阿嬷说什么今年有谁啊 我是从台湾来啊 呃谁是老婆老公啊等等啊 然后就是谁做什么生意啊之类的 然后呢这是第一拜 然后总共要拜三世 我们今天今天宣同一件衣服呢 耶 耶 好我们干个哪里了 亲亲亲亲亲 一亲 呃 没有没有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呵呵呵 啊 合心 哎 lomantic 非 来爸爸 要拜三世 第一世跟第二世 要等多久 有什么标准吗 吧 我 不啊 没什么 kommt 啊 等的意义是什么 也不知道 哈哈哈 就是以前的人都等 我们就是跟着等 反正我爸爸是不知道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就是每次过年会出现的画面 就边拜啊 边叙叙旧啊 阿哥跟爸爸就会讲以前啦 我们做什么酱油工厂啊等等 每一年都讲 可是我们每一年也听不腻 很爱听 接下来要二拜了 我妈再开始点香了 阿哥已经完成二拜了 刚刚有问一下我爸跟阿哥他们说 有些家庭其实一拜就结束了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拜三次 可是他们是觉得拜三次至少 还可以有时间聊天啊睡睡觉啊 这样比较有人情味 我们家真的我刚刚有去跟我阿哥确认了 这什么经济啊 我们家不在乎 我们不在乎我们就是用心再拜祖先就好了 主要是睡睡觉 团圆 蛮开心的 其实呢一些小孩子的时候 春节要早起啊 然后很困啊 感觉有一点不太懂那个团圆的意义 可是现在离家三年的时间没有回来 懂了为什么春节要好好地跟家人聚一聚 先不用这么感性 因为还没有拜完 妈妈的第一吧哇 嗯 很正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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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爱 在等老公老爸公阿嬤吃饱之间 我已经很饿了 所以先来吃这个神级的肠粉 这个是每次春节都会非常期待吃到的东西 好好吃的啦 里面有高绿菜红萝卜 然后炒那个香菇啊 然后醋肉啊 味道呢完全不是重口味的 这片清淡的主要是每一个食材本身的香甜 然后淋上那个微微的咸 类似很温和的醋的香气在里面 会让外面的那个肠粉的醋感 甜蜜的嫩嫩的 真的超好吃 讲真的我的鱼鱼呢 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厨艺 就是他多忙 一定要没人静的要求他 让他做给我们吃 哈哈哈哈哈 先去一个店位 拜晚再来大吃一顿 Lawo Ancestors and those who has passed away 要先告诉他说 已经拜晚三拜了 然后要拿紫嫩去烧 这个烧紫嫩的工作呢 都不是我的事情 因为太热了 你看泰国的天气这么热 还要烧紫嫩 所以这次我就是一时一时拍一下 所以烧的紫嫩呢 有什么这种 鞋子啊 还有衣服啊 还有iPhone 然后我就要躲进去里面哦 拜拜各位 来 围炉围炉 围炉围炉围炉 大家开始 一起吃饭 一起吃东西 这个应该是 年菜的概念吧 就跟台湾应该不一样 因为年菜 台湾是 去餐厅吃吗 我不知道 台湾的观众可以留言一下 好吃吗 很好吃 阿姨饵吃饭 谢谢 感谢阿姨饵 红包时间 我爸给妈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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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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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个把门了 呃 他们今年有表演 哈哈哈 这银红包 这银红包 我来看 这银红包 我自己发现了 我给你的银红包 小银红包 这银红包 身体健康 幸福 你心理 好 您感谢 谢谢 我介绍你 一位 是一位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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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拜晚了 也围炉了 发红爆了 今年的春节就是这个样子 跟往年大同小异 可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很久没有跟家人一起过年 这是一起过年 真的有一点点开心哦 不想要讲这种太温馨的话 太不符合我的人设 然后今年有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虽然他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做了多少 可是还是要一时一时的给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家怎么过年 就直接记录拍给观众看 也有可能不是很传统 因为我们家其实讲个实话拍的蛮随便的 拜的也蛮随便的 总之祝所有观众新年快乐 然后还没有追踪我的 赶快去追踪 等一下跟我们家人一起大合照 新家有一个新的合差 那观众呢 我是按赞订阅 给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的手药比较 不管是NBYPNG 今天视频里视频里视频里的主要 收视频里看 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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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铛 铛 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